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936集 也就这点本事 果然是专业水平稀烂,就擅长搞斗争的小人 感觉到带着恶意的视线在关注着她的反应 夏小兰若无其事地坐了下去 哭是不可能哭的 眼泪这种武器,夏小兰向来不喜欢用 哭给一群人看,换来怜悯 不如一拳一脚地打回去,换来尊重 公羊气得握拳 那个聂位国也太过分了 给夏总搞了这么一个下马威 宁艳凡都皱眉 会议还没开始,就直接开口问行李心 行组长,这个位置安排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行李心支支吾吾的 因为果把事情闹开 行李心承受的压力也不小 不敢和宁艳凡去怼 私下里有不少人去找她 为啥要给一个本科生邀请函 这个本科生和宁艳凡的亲孙女还不同 在业内是一点名头都没有 没有人听过夏小兰的名字 她在学生群体间其实有名气 英语决赛的节目播出后 凡是看了节目的人 对她这个冠军都耳熟眼熟 但来参加研讨会的 除了宁雪,哪里会有学生啊 没有名头的夏小兰 却受邀来参加研讨会 宁艳凡给的这个机会 让不少人都有意见 行李心不能得罪宁艳凡 也怕惹了众怒 就默许了将夏小兰的位置 安排在了后面 此刻宁艳凡发问 行李心这个老好人 没办法当众回答吗 宁卫国左顾右盼 宁老,这个位置安排有问题吗 宁说说,是不是该把谁往前排 又要把谁往后挪 宁老提出了意义 刑组长肯定要执行吗 现在位置都安排好了 大教室里的桌子可以搬动 一排八人 刚好多出来一个位置 其实一排九个人 桌子也能放下 把夏小兰单独放一排 分明是故意的 人人都知道 宁艳凡也知道 但聂卫国这样一说 宁艳凡还能开口 把别人换后面去 让夏小兰挪到前面 这个卑鄙小人 要说恶心人 还真有一套呢 夏小兰冲着宁艳凡摇头 示意他不要再抓住这事不放 这本来就是不能名言的潜规则 纠结在这里正好上了 念为国的当 主持会议的人干咳两声 没有理会下面的一场眉眼官司 说了一通 重塑创作环境 繁荣建筑创作 纠正千篇一律 创造华国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 等点名会议主旨的话 就宣布首届现代华国建筑创作学术研讨会 正式开始 介绍了几个重量级的与会嘉宾 包括宁艳凡 和宁艳凡齐名的是毛康山 建筑界的北宁南毛 是个黑兽老头 毛康山刚拿过花筒 念为国就憋不住了 毛老师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您能不能听一听 毛康山眼皮下搭 瞧起来是半睡半醒 和宁艳凡不同 毛康山是出名的好脾气 他乐呵呵的 小叶有话要说啊 别着急 研讨会要看三天哪 好脾气的毛康山 一句话把宁艳国给赌回去 然而宁艳国真是柿子专挑软的捏 直到毛康山脾气好 不依不饶的 毛老师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 会议都开一半了 我认为在研讨会正式开始前 我们就该确定下参会者的资格 哇 宁艳国今天真是吃炸药了 摆明要和宁艳凡死磕到底吗 你认为谁没资格 宁艳国皮笑肉不笑 毛老师 我看最基本的 带正式参加工作的嘛 连在校生都来参会 是不是太儿戏了 毛康山打断宁艳国的话 你要是说宁学 他今年发表的两篇论文 你看过没有 他吃亏在年纪小 可他的专业水平 绝对能来参加研讨会 我们会议的主旨 是讨论建筑新风格 打破成规 给业内的年轻后辈机会 发表意见 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吗 毛康山这话 赢得了掌声 这就是大师的涵养 看待问题很包容 宁艳凡是不是推着 亲孙女往前跑 关毛康山何事 假的真不了 真的也假不了 宁艳凡都多少岁的人了 有本事一辈子 替孙女保驾护航呗 毛康山现在 指认宁雪 已经展现出来的天赋 和专业水平 宁雪是宁老师 亲手调教的 我怎么会怀疑 宁老师的水平 我说的另有其人 刷刷刷 一道道的目光 全落在了夏小兰身上 会场里静的 一根针落地 都能听见 夏小兰脸皮 再厚一忍不了 干脆主动站了起来 毛老师您好 聂副院长说的 应该是我吧 聂副院长认为 我一个在校生来参加研讨会 拉低了研讨会的整体水平 认为宁老师推荐我来参会 是训思 毛康山搭锤的眼皮 急向在昏昏欲睡 哦 那你认为 自己有资格来参会吗 这问题要如何答 许悦进真是替夏小兰 捏了一把汗 回答有资格吧 那位国肯定准备了 一堆问题要刁难 回答没资格 自己都承认了 那还有啥脸待在这会场呢 宁艳凡推荐了一个 烂鱼充数的年轻女孩 来参加研讨会 在毛康山这样 和宁艳凡齐名的人物面前 宁艳凡有何面子 许悦进暗暗着急 难道毛康山 也被宁卫国收买了 两人唱双簧 再刁难夏小兰 给宁老师难堪吗 不可能呀 毛康山是啥人物 哪会和宁卫国那样的小人 搅和在一起 满场都等着夏小兰的回答 夏小兰展颜一笑 一点也不见惊慌 其实我收到邀请函时 也非常迟疑 我一个建筑系再读的学生 何德何能 和在座诸位建筑领域的 老师们一起参会 但是始终不愿意错过 这个学习的机会 就厚着脸皮来了 毛老师 您能给建筑业的年轻人 发言的机会 我虽然资历浅基础差 也有一些想法 愿意和诸位老师交流 聂副院长质疑我的参会资格 我不生气 他是我同校同系的师兄 不管做什么 都是对我的爱护嘛 聂师兄 我是不会让您失望的 聂卫国心口堵了一大团闷气 爱护个屁 张嘴闭嘴的聂副院长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副职 真是胡说 聂卫国这么明显的刁难 都成了爱护 毛康山的昏昏欲睡不翼而飞 瞬间变得精神百倍 哦 我看宁老师给你上报的作品 是鹏城南海酒店的装修设计方案 那你就给大伙讲一讲 让大家看一看 你是不是有资格 被宁老师推荐吧 是鹏城南海酒店的装修设计方案 是鹏城南海酒店的装修设计方案